各位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回到233网校,我是你们的谢老师。 今天在学习新知识之前,想带大家认识一下几个老朋友,看看你们还认得他们吗? 来,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。 这六个字母宝宝我们都把它叫做丹女母,丹女母。 声调都是给这六个丹女母带的。 那么这六个丹女母戴上帽子,声调的帽子之后,怎么来读呢? 来,一起看一看。 嗯,当阿字母宝宝戴上了这四个声调的帽子之后,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次。 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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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,怕自己读错的话呢,你可以拿出手指,一边读一边来画出声调。 来,再来一次。 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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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了。 再来看第二个字母宝宝。 带上四个声调之后,怎么来读呢? 那一边读一边画。 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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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,你嘴巴也是笼圆的啊,就像这个欧的,这个形状一样的。 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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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恩,你都读对了吗? 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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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呃 很好 再来看 一 以 以 一 当这个小一啊 戴上了声调的这个帽子之后呀 它的这个小圆点是被挡住的啊 看到没有 好 边读啊 边来画出声调 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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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好 小屋戴上了声调 来一起读 屋 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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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冒出两个小圆点的 呜 小呜 戴上了四顶帽子之后 来跟老师一起读 呜 呜 雨 雨 雨 再来 这个小呜和乌啊 它是有些相似的啊 你看的时候 你看的时候要一边记一边来区分他们 小雨上面是没有两个小时心点的 而雨的上面是两个小时心点的 就像小雨吐出来的两个小泡泡一样啊 所以这个声调也是写在这个两个小时心点的上方的 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来 再来读一次 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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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 那今天我们也可以来认识四个新朋友 好 看看 你认识他们吗 这四个新朋友 来和夏老师一起来读一读 第一个是 呜 嗯 嘴巴先 两个上下两个嘴唇先 嗯 闭起来 呜 读得轻而短 再来读 呜 第二个 泼 泼 泼 第三个像两个小门洞一样的 这个怎么读 摸 摸 第四个是 嗯 上面的牙齿咬住下嘴唇 泼 轻轻地送气 泼 连起来再来读一次 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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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摸 摸 摸 泼 泼 嗯 这四个字母宝宝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我们待会儿把它们送回家的时候 来一起来揭晓 好 我们把字母宝宝送到四线格属于它们的家里来了 看看它们分别在四线格的什么位置呢 先来看第一个字母宝宝宝 嗯 它是写在中格和上格的一半 嗯 主要是写在中格 那这个小木棍呢 它是延伸到上格 占上格的一半的位置的 看清楚 多 波 波 写波的时候是两笔写成 先写一个数 再写一个右半圆 嗯 波 它的这个形状有点像我们数学里面的数字 六 是不是很像啊 来 再来读一次 波 波 先写数 再写右下半圆 波 波 波 嗯 和波字相反的 你看 小木棍在上的时候是读波 小木棍站在下格的时候是 波 嗯 先写数 再写右下半圆 而这个数呢 是延伸到下格的一半 我们读 波 波 嗯 两个发音要区别开来 再来读 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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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写波的时候同样是先写一个树 再写右半圆 右半圆一定要写到中格站满格的位置 嗯 写饱满一点 第三个是两个小门洞的 摸 摸 写两个小门洞的时候注意啊 是先写一个树 嗯 再写一个 左弯树 再写一个左弯树 两个小 两个左弯树搭在一起 就像两个小门洞一样的 我们读 摸 摸 嗯 好 看清楚了 一定要注意哦 这个摸字宝宝 它是写在中格的位置 要沾满格 读 摸 摸 第四个字幕宝宝是读 疯 疯 你的上排牙齿要咬住下嘴唇 读 疯 疯 疯 这个疯的形状有点像什么呢 嗯 仔细看 仔细观察一下 把这个疯 倒过来 是不是像我们打伞的时候 抓到手上那个散柄啊 嗯 是的 这个疯的这个 上面的这个部分 就有点像我们抓在手上的散柄 写的时候注意是 先写右弯树 再写一个横 这个右弯树也是 占到上格的一半 嗯 对 长的这个部分 散柄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是落在中格的 而第二笔这个短横 是写在 第二线的这个下方 挨着这个第二线写的一个短短的横 读 风 风 嗯 他们四个字母宝宝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就是生母 嗯 我们都是生母宝宝 生 在读生母的时候要注意读的轻而短 来 再来复习一次 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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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树加又半圆 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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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树加又半圆 拨 拨 拨 好 第三个字母宝宝 摸 有三笔写成 写完树之后再写 左 弯树 两个左弯树叠加在一起 读 摸 摸 最后一个是 风 风 嗯 两笔写成 风 风 风 很好 看看 字母宝宝 他们也是很爱交朋友的 当 生母拨 和 单孕母阿 组合在一起 我们要怎么来读呢 来 一起和小老师读一读 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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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没有声调的情况下 再来读一次 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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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阿 拨 拨 如果加上声调之后呢 你听一听看 看生活当中有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拨音呢 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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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拔草的拔 运动会上面还有一个项目 拔河的拔 也是这个拔 读拔 拔阿拔 很好 再来看第三个 读第三声的时候 和阿在一起 怎么读呢 拔阿拔 拔阿拔 放拔 拔手 开门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个 拔手往下压 拔手的拔 加上第四声呢 拨阿拔 拨阿拔 爸爸的拔 拨阿拔 好 连起来我们再来读一次 当生母拨 和代孕母阿的四个声调和没有声调的组合在一起 我们就组成了音节 这些音节是可以直接写在声字的头上的 直接给声字来注音的 来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拨阿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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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声调和没声调和没声调的时候 读起来的时候要注意啊 轻声的时候要读得轻而短 拨阿拔 拨阿拔 嘴巴 拨阿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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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都学会了吗 好 今天的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 同学们再见